政府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剛剛出爐 當中不少蝙蝠聚焦在土地和房屋問題上 在居住供求嚴重失行的情況下 涉嫌違規的另類租盤遍地開花 記者早前假扮租客放射聯絡到一個在網上平台招租的地產經紀 去元朗一幅農業用地提盤 當中貨櫃屋的單位月租3000元,面積約100平方呎 屋內有雪櫃、床和衣櫃等基本家屬 而另一間組合屋就比較大 有一房和獨立廁所等等 一進去那個經紀還落足嘴頭退笑 這間全新的? 起了一個月左右 剛租給女生說馬上租 因為沒有錢交租就走了 蛤? 不過,執業大律師陸桂雄指出 如果相關人士未有事先申請 是私人土地或舊批農地 以貨櫃屋等作為住宅均屬違法 地政總署有權向業權人發警告信 甚至收回土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公仔呀